大家好,我是萱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婆媳矛盾一直是中国家庭内部亘古不变的难题 作为被丈夫链接的两位女性 一位是前半生有养育之恩的母亲 一位是后半生携手白发的妻子 本该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却总是因立场不同,剑拔弩张 各类影视作品也总喜欢将这样的生活细节放大 或是婆婆对儿子的占有欲 对儿媳妇的刁难 或是儿媳妇的忍辱 或是逆袭夺权 亦或是家在中间的丈夫 上演着霍西尼、户妻、妈宝等等角色 乐此不疲 可近些年 随着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 以及思想的觉醒 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自溺于这样的关系里 甚至探索出了新的解法 婆婆不为难 儿媳不委屈 老公不妈宝 堪称新型婆媳关系 第一 婆婆不为难 网上有个问题 中国式婆媳关系 为什么如此困难 有个回答振聋发聩 一辈子卑微的婆婆 唯一能够行使权力的 就只有儿媳 第一次品尝到权力的滋味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当人了 婆媳矛盾之所以根深蒂固 只因 它不只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更是一种长久以来的权力结构 当委屈多年的媳妇 终于熬成婆 面对新一代的儿媳妇 他们觉得自己 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些受过的痛苦 需要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 才算完成了转移 本来嫁到了南方就相对弱势 如果这时 丈夫还不帮助妻子 那么婚后的生活 简直不堪忍受 前几天 网上看到一个离谱视频 视频中 有位婆婆把儿媳 压在身下数落 嘴里还不停说着 嫌弃女方家人的话 她爸爸是个瘸子 脏得一塌糊涂 躺在身下的媳妇 已然放弃挣扎 心如死灰 据悉 儿媳及其娘家人 长期被婆家人看不起 还总是被欺负 儿媳生完孩子之后 丈母娘跑来照顾女儿 结果被女婿打了一顿 还没等孩子再大点 女子丈夫就着急出国毒博 丢下一对双胞胎 给妻子照顾 婆婆瞬间成了 家里权力最大的人 所以才出现了视频中 婆婆毫无忌惮地 暴打儿媳的一幕 看得让人气愤 我们都知道 把儿媳当女儿 把婆婆当妈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身为婆婆 就算做不到对儿媳热情 最起码要做到互相尊重吧 踩在媳妇头上作威作福 不仅扰乱家风 令人抵仪 更有甚者 还会构成人身伤害 等待法律制裁 所幸 并不是所有人 都跟视频中的婆婆一样 跟一位同事聊到她的婆婆 她说 自己很幸运 遇到了一个好婆婆 每次见面 都夸她气色很好 会打扮 很漂亮 跟老公一起买房时 手头紧 婆婆知道了 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 支持小两口的新生活 生孩子时 婆婆一整夜没睡 焦急地在产房外等待 月子里 每天饭菜都不重样 想尽办法做好吃的给她 她跟老公争执时 婆婆不仅跟她站一起 还告诉她 男人 就是不能太惯着 最重要的是 婆婆从来没有以自己的身份 打压儿媳妇 相反 无论她想做什么 婆婆都是坚定支持的那个人 她说 婆婆比我的亲妈 对我还好 她无比庆幸 自己有个通情达理的好婆婆 很认同网上的一句话 愚蠢的婆婆才会宣誓 她在家中的位置 对儿媳各种不满 挑剔 弄得家里鸡飞狗跳 儿子左右为难 天天上火 明智的婆婆 会对儿媳很好 从来不为难儿媳 因为她知道 只有儿媳好了 儿子和孙子才会好 这样的家庭才会幸福 有个好婆婆 婚姻起码成功一半 好老公千天一律 好婆婆才是千载难逢 第二 媳妇不弱势 网上看到一则帖子 一位90后小姐姐 讲述自己和婆婆间 因一杯豆浆引发的战争 有段时间 婆婆早上沉溺做豆腐 豆腐脑 因为贴主不喜欢豆腐脑 就说想喝豆浆 第二天起床后 看到婆婆留了两碗豆浆 一个大碗 一个小碗 这时 姥姥起床了 觉得有点饿 豆腐脑还没好 蒸饺也不想吃 就把那一小碗豆浆喝掉了 然后对孙媳妇说 不好意思啊 我把你的豆浆喝掉了 一碗豆浆而已 贴主并不在意 就对姥姥说 没关系的 您饿了就先喝 不是还有一碗吗 没想到 姥姥跟婆婆听到这句话 竟然一口同声的说 那碗是某某铁主的丈夫 铁主心里很不爽 A 仅仅是一碗豆浆 为什么姥姥喝掉的那碗 必须是媳妇的 B 家里生活水平尚渴的情况下 婆婆每次都会偏心老公 比如 盛好的鸡汤 有鸡腿的那碗 每次就是老公的 再比如 炒了青菜 菜叶子加点儿子吃 菜帮子却留给儿媳妇吃 诚然 婆婆偏心儿子 是人之常情 要是在婆婆自己家里也就算了 但现在是在夫妻俩的小家里 要知道 原本贴主家与婆婆家距离是非常远的 基本上一年见一次 一次待两周 两个孩子生完之后 也都是贴主一个人在待 后来 由于工作的关系 两家住得近了之后 婆婆就想尽办法 住在他们家不走 还把老公的姥姥也接过来了 面对婆婆的偏心 贴主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刚开始都是一直忍让着 但当婆婆对待孙子 孙女的态度也出现明显偏差时 贴主忍受不了了 立马对了回去 然后打电话给老公 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最后 甚至直接给两位老人买了车票 送他们回老家了 留言区直呼大快人心 帖子中的婆婆 其实在生活中很常见 重男轻女 区别对待 好在媳妇并不是传统的儿媳 没有一直软弱可期 而是勇敢反击 设定好自己的底线 婆婆跟儿媳之间的关系 本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表现弱势 对方就会肆无忌惮 你显得强势 对方才会有所收敛 其实 婆婆和媳妇本就毫无血缘 一开始也谈不上什么情感 若不是因为同一个男人 就是两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 婆婆对媳妇示弱轻生 是幸运 婆婆对媳妇有所保留 才是常态 反之亦然 所以 请记得 设立底线 才能自我保护 放低期待 才不会患得患失 第三 老公不妈宝 其实 上面说的这些 都是表面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夹在中间的老公儿子 没意愿 也没能力处理问题 在婆媳问题上 老公会不会 能不能解决好问题 婚姻的结局会大不相同 网友明明 讲述了自己的婚姻故事 明明跟老公结婚没多久 婆婆就以家里不热闹 想要照顾儿子为由 强行住到了儿子家里 没有办法 明明只好勉强同意 没想到 这个决定成了噩梦的开始 周末早晨 明明想睡得懒觉 结果婆婆关门 拉椅子的声音巨大 吵得她根本睡不着 明明只好蒙着被子睡觉 婆婆见状 连门都不敲 直接进了明明的卧室 边打扫卫生 边嚷道 谁家儿媳妇天天赖床不起 早饭不做 也不收拾家里卫生 明明很无语 拉胎被子说 妈 今天是周末 我也上了一周班 我睡得懒觉 爱着谁了 冰箱里有面包 牛奶 要是饿了就去吃 婆婆没好气 只好善善地说 这就是你作为儿媳妇的态度吗 还有一次 明明做好了饭 喊大家吃饭 婆婆刚坐下 就把碗往前一推 说 不想吃了 鼠落明明没有礼貌 不懂尊重长辈 饭也不知道给她盛 知道的晓得这是婆婆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老佛爷 面对婆婆的刁难 明明望向丈夫 发现对方又是习惯性的躲闪 甚至眼神示意她忍着点 根本不敢有任何表示 每次都是这样 明明也不乐意了 我也是家里宝贝着地长大的 在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啊 我担待她 谁来担待我 一气之下 搬回娘家生活 期间 老公接了她好几次 他们也聊了很多 最终为了小家稳定 老公决定把母亲送回家 家里这才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心里还未成熟的男人 会潜意识一直臣服于长辈威严 甚至拉着妻子一起 被所谓的笑到绑架 要么毫无底线的余笑 要么双手一摊 任两个女人斗得头破血流 轻则家宅不宁 重则妻离子散 成熟的男人 结婚之后是懂得 要与原生家庭做一次切割的 彼此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 而当问题出现时 也会提前干预 避免事态恶化 把小家的利益 排在大家庭之前 这才是婚姻生活幸福的开始 第四 婆媳关系 绝不是媳妇一个人的 该背负的高山 婆媳关系 绝不是媳妇一个人 该背负的高山 她是婆婆 儿子 媳妇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婆婆思想成就 习惯刁难 儿子就不能肆意纵容 不然妻子常年委屈自艺 后果很严重 如果遇上儿子不作为 总是把妻子当外人 那么妻子就得靠自己争取 定好底线 勇敢反击 而如果媳妇性格本身很绵柔 但是遇上一个品性好的婆婆 那根本就不需要聊什么 婆媳相处技巧了 抛弃婆婆 媳妇的角色不说 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都是相互的 你贴心我 我也贴心你 你在此时帮助了我 我再比实业念你的好 如果实在难以相处 那也不必强行亲密 做好分类的事情就行 其余顺其自然 这样一想 破解婆媳矛盾 也没有那么复杂 只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要么保持边界感 婆婆与媳妇 能处就处 处不好就树立边界感 不该说的话不说 不该做的是不做 清晰彼此的底线 是避免所有麻烦的有效方式 要么保持反抗力 婆婆与媳妇的关系 有时候就是一种 此长彼消的关系 你太弱势 谁都想踩一脚 你变得强势 他才有所忌惮 可以孝敬长辈 但不必完全顺从 关键的时候 还可以适度反抗 才能坚持自己的底线 要么保持求助力 婆媳之间的针锋相对 有时只需要一个中间调解人 不要让老公当一个无视人 旁观者 充分发挥老公的作用 别什么事都独自承担 婆婆和儿媳 不是敌对者 只因着对同一个男人的爱 才聚到一起 应该凝成一股绳 家人之间一团和气 整个家才能一直往上走 再者 婆媳都是女性 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本不该相互对立 而是应该互相帮助 彼此托举 今日我托起你的命运 将来你托起我的命运 如此女性的处境 才会越来越好 点个订阅 愿每对婆媳 都能彼此尊重 互不难为 你的婆媳关系相处如何 留言区讲述你的故事 跟大家一起讨论 婆媳相处之道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美闻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 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